大家好,我是酷奇 月鳥的稱號挑戰,今天剛打完 所以想說來介紹一下 真的是喔,這關卡真的 很爛耶 越打越氣 我自己在熟悉之前大概死了不知道有沒有30次以上吧 應該有啦,可能更多 撇除自己手殘死掉,大概都是因為版面回復比較少一點 血不夠回 除此之外應該能夠避免所有的狀況 所以覺得可能需要用口述的說一下流程會比較清楚 隊長隊員是善 我是配合好友的裝備來變我這邊的 那有什麼可以替換的 就到關卡裡面再說好了 在這裡的版本 前期的關卡角色換的蠻多的 應對的方式也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最討最討厭的地方 應該是那個吧 指定角色的攻擊力下降超賤的 無法覆蓋 那這一隊呢,我是先踩兩回合加速 然後靠延遲 再加速一下 開場耐久兩回合 然後再開變身 這邊直接消掉 給德川裝的那個裝備是某一朵花的 某一朵花 主要是他的延遲 然後和回復力上升 這一隊最大的問題應該是回復力比較不足 最盡可能的看能不能靠裝備來湊吧 最早是給他裝備一個阿棒的武器 有兩回合加速然後有兩個隊伍回復力上升 那我這一個裝備其實效果差不多 反正一開始可以延遲嘛 不過這個裝備有三個 第二關可能會碰上熟知檢 或者是覺醒無效 熟知檢的話呢 這邊就盡可能的早點打過 那覺醒無效就開Tourist Town 是左邊的第三隻 開完技能之後呢 這邊要先耐久一下 等到至少技能在下一關能夠使用的時候再突破 死比木跟德川就拿來補助 前面的三關都還用不到 第三關也是麻煩的地方 這邊是點陣角色 會這樣...這個是隊員吧 兩隻的攻擊力六回合 那這邊要至少收為小耐久一下 最少耐久四回合 再突破下一關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女技裝的二技呢 這個是巴朗的武器 有一回合的積檢 那這邊就算被換到死比木也沒有問題 那順便把回復的鏡角解掉 等到這邊剩兩回合的時候呢 就可以準備突破了 要記得喔 前面的敵人都不能耐久太久 應該是六回合還是七回合以內吧 沒有突破的話呢 就直接斬傷 第四關這邊會有傷害吸收和屬性吸收 右邊吸暗的可能性會很大 十比木的技能 他的CD很短 也可以解雙吸收 不過這邊有個很大的重點 就要等那個攻擊力降低 結束之後再打 不然完全沒有攻擊力 難怪喔 現在官方要出那麼多 就是隊長或者是隊員限定的攻擊力上升 這一個啊 就算用全體攻擊力上升也壓不過 真的很賤 我覺得我應該會抱怨很多次 那整個效果消失之後呢 就開十比木 這邊要一次把左右兩邊收掉 基本上有消到窗簾的話就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有攻擊力減的狀況 這邊絕對通過不了 打完之後呢 中間的會先回血 然後有無效盾的部分就開得川 開完之後呢 先一次消到半血 蜘蛛也在上一關要耐久這麼久 是因為我這邊要至少 大概花四回合打過他 好 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就是慢慢的開一下技能 然後小窗簾 耗體人的血量 好 第四關這邊要看準版面 可以的話一全通過 按住不夠多的話呢 就等下一回合 兩回合吸收裝備的部分呢 如果沒辦法湊 HP的話 那至少要湊一下回復力 然後隊伍回復力上升的部分 就靠其他的裝備來彌補 接下來的每一關啊 幾乎都是要等得川的技能跳起來 才能通過 如果是碰上拉的話呢 就把托利斯坦開掉 然後這邊一群通過 然後這邊一群通過 那如果是碰上霍魯斯的話 手指剪開女帝 然後托利斯坦的技能存下來 下一關可以防火的角色 就算下一關回復力壓不過去 那邊也可以靠兩個橫排通過 然後石柄木的技能 在前期的關卡都能夠四有使用 所以版面缺住的話呢 第一件事情 開打准沒錯 至少補的按住比較多一點點 然後這也是碰上好打的 這邊就是稍微消耗一下敵人的血量 不要過半之前呢 再開得川 這隊的隊員基本上沒有帶用 石柄木唯一是可以被帶用的角色 他另外只有想到的 就是獵人的開朵而已 但因為他的技能有時候要賭一下運氣 那如果是以他為替換的話呢 就是每一次都要先電到 有傷害吸收和屬性吸收無效的那個狀態 才可以 第八關這邊會有點風險 這一次呢 沒有把那個毒耐性給湊滿 所以在到下一關之前記得版面絕對不能有毒 有毒的話呢 那也只能靠散的技能盡可能的消掉 那如果你想要把毒耐性 湊滿的另外一個手段 就是讓隊長散的裝備 換成那個金魚的武器 也可以 這邊開完技能呢 就通過 第九關是帕魯 帕魯會有光鏡消 開場呢 就直接開石柄木 不要讓版面被影響 露西法的話呢 一樣是開他的技能 然後先預選通過 敵人是吸暗的時候呢 就打少一點 吸光的時候呢 就打多一點 這樣就沒事了 基本上過半血之後呢 只要不要削橫牌 應該都不會被吸到 然後耐久到石柄木再跳起來的時候呢 就可以通過了 覺得這隻絕情無效 先解掉之後呢 這邊有個重點 就是不要削橫牌 把暗珠聚集在一起 然後有觸發窗簾的火力 或不觸發其實都可以 只要削一點血量就好了 直接用橫牌打的話 好像會殘血的樣子 把敵人的血量保持在50%以上 這樣也不會有無效盾 在這邊可以穩穩的兩拳收 在這邊可以穩穩的兩拳收 接下來十一關呢 又有兩隻會吸收的角色 托利斯坦的技能如果 沒有開掉的話呢 這邊可以開完之後 把攻擊力壓過去 就直接開石柄木一拳收掉 另外一隻火屬性的話呢 連他的技能都可以不用開 直接開傷害吸收無效化 第十二關這邊火得最好打 可以一拳收 我覺得這一次運氣算是還蠻好的 前面應該說終極的關卡吧 最討厭最討厭的應該是潘朵拉 潘朵拉在半血之後啊 會有9C吸收 9C也太高了 而且是還沒有那個 可能呢應該說 可能沒有織鬥的情況之下 所以打他的時候呢 織鬥還要刻意的留 覺得非常的辛苦 轉珠教室也很麻煩 這兩個應該是最討厭的 不出來就可以打很順 其實這邊呢 他們的行動還蠻詭異的 有些稀實在HP50%以下的時候 會有 盾 兩種盾啦 一種是半減盾 一種是傷害無效化 所以這邊也一定要先回滿血喔 這邊血量湊得還蠻剛好的 所以這邊也有兩種打法啦 如果像這種情況一邊是50%盾 一邊是傷害盾的話 最好的情況是先直接打一次 打完之後呢再開得穿收掉 好 對這邊回覆力上升就很重要 如何在50%以下之後呢 一次把血回滿 就真的顯得很緊張 然後這邊再開得穿 穩穩的兩邊收 這一次啊 強力的裝備 吸食全部都在超難關 官方真的很下賤 不覺得嗎 這到底要給誰打 我就知道裝備很強 但我希望能夠拿到啊 放那麼難的地方 要給誰打啊 除非啦 他把他下放到雷達 我就覺得很勝 但應該不大可能 下流 這次關的話呢 是這一次的新樓層 有兩個畫 兩個畫的打法都一樣 前面呢 就看能夠一拳到兩拳 收到半血之後 敵人會有傷害無效的盾 然後再開得穿的技能 但敵人還滿軟的 所以這個刀應該不用特別擔心 攻擊也滿普通的 我們這邊就一次先收到半血 野龍會有吸收 吸收的話 開死柄木 盾的話呢 開得穿 死柄木真的很方便耶 雖然說他自身的火力 沒辦法到太高 但技能真的很強力 15關呢 火奶 三種版本 火的這一隻 算是比較好打的 開場的覺醒無效 可以直接解掉 這邊兩拳收 水的話呢 會有 無效盾 不要開得穿 然後光的那隻 如果是受到一些 版面的影響的話 就開始領目 光的應該比較麻煩 因為還會有暗吸收 我這幾次打下來啊 都是碰到火的 其他兩個都沒碰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最後一關也是 只會碰到暗的 最麻煩的 其他目光的也是不會碰到 這邊的Yulisha很可怕 曾經啊 在她還有 已經應該說 盾結束的時候吧 在打 完全打不過 所以這邊一定要四回合通過 而且啊 理想的情況喔 是把女帝的技能溫存下來 這樣在打下一關的時候 可能會打得比較快一點點 但我覺得不要溫存好了 直接打吧 缺珠的話 我覺得還是照常開 對你省技能的話 只會死得更慘而已 這邊是拚四回合通過 看一下版面有沒有缺珠 有缺的話呢 女帝開掉 再開頭尾的技能 蛇穿的技能要留下來喔 因為敵人在50%以下的時候 還會有盾 反不反啊 真的啊 這個關卡 設計給誰玩啊 真的好膩喔 不過說起來啊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到現在還是沒有月鳥的稱號喔 這隻應該可能是我的第一個 隊伍非常的努力 想要獲得 不過我也必須說實話啦 如果網路上啊 有人說打這關 什麼用這個隊伍很簡單的話 應該都是屁話 我沒有特別羞辱誰 不只是說啊 他們可能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力在打 但非說的那麼簡單 害我有點生氣 我這邊呢 先看準敵人的血量 稍微消耗一點之後呢 再來準備開得穿收 這邊呢 儘管點有放盾 也是盡可能的消窗簾喔 副屬性能夠有一些還蠻好看的傷害 主屬性可能會超過 但副屬性沒問題 然後我跟大家說 最後一關更噁心 BOSS旁邊還有一個盾龍耶 而不噁心啊 這隻BOSS就超難打了 旁邊還有一個小跟班 氣死人了 我的這一隻呢 是裡面最麻煩的 半血之後會有一個蠻強的攻擊 所以從這邊開始呢 女帝的技能就不要用了 這邊要想辦法的存 那左邊的那隻龍呢 在六回合之後可以打贏 左邊的龍比較麻煩的行動 是他會給每一隻角色攻擊減 避免就沒辦法避免啦 反正就加強吧 然後如果有鎖住的話呢 我個人建議一定要解掉 因為只有女帝的技能還不能使用 所以一開始先解掉 然後就慢慢的消 其實也無法對點造成傷害 德村的技能跳起來的時候呢 再開掉 那每一集點都很痛 不要想辦法的補血 但因為會生成的回復 壓力比較小一點點 我看會有一個人的 在這裡就很難看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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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暗的這隻啊,50%以下一定要有個盾,Rank扛不住 所以女帝就存下來,這邊開掉 然後澤川也開掉 然後再看一下隊長的技能 這邊收半血 所以整個攻隊裡面應該是最後花的時間最多了 半血之後有覺醒無效,這邊可以開一下技能解掉 所以最少應該要存兩個技能吧 三個包含死比目的技能 所以這邊就把該開的都開掉 第二、第三、第四隻 那圖律斯坦的二技是石抽龍 所以存到也沒有問題 然後再繼續打 繼續耗 好,從這邊開始壓力就應該變很小了 那左邊的龍收掉之後 其實真的也沒有什麼壓力 左邊的最煩耶,一直這樣攻擊 不過這龍是怎樣 好,終於到最後一集 剛剛有看一下版面 版面的回復至少要多一點 所以這邊就技能全放了 其實有時候放技能也是要小心 雜珠太多放下去的時候可能會死 這COMBO數根本不夠 這樣呢,比得多次元就能夠順利通關 真的怎麼爛關卡 好煩喔 這應該是我有史以來打得最累的一次了 不過說起來啊 上次的月鳥我也沒有打贏 所以這一次算是報仇血恨了吧 哎呀 不過 善真的很強 這一次我用這個隊伍花了很多的時間 來摸索一下敵人的行動 要嘛是殘血死 要嘛是缺回復死 這一次敵人算是碰得 也不能說很幸運啦 就碰得剛剛好 打的速度也算很快 那後面如果不是碰上暗的話呢 應該可以打得更順 希望這個隊伍可以給大家參考 那近期如果 還有組出什麼好的隊伍的話 再來介紹 應該會想要組個多色的吧 如果我玩得起的話啦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在這邊告個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